詞曲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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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分數兩個世界的呼吸 對彼此很好奇 無解交鋒蓋不掉嘴音 明明就心動的不行 我和你 一切陷入了愛情 好驚喜 悲傷頭我的心吻下去 不會再質疑 彼此眼裡交換勇氣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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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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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不可思議當初碰你 來吧再靠近一點距離 讓我能觸碰你 我相信 兩顆終於能敞開的心 所有悲傷都能免疫 我和你 我和你 一起陷入了愛情 好驚喜 悲傷頭亂的心吻下去 不會再質疑 彼此眼裡交換勇氣 我和你 辛苦了 我怎麼睡著了 這都播完了 是啊 這麼晚 那我會睡覺了 別走 我那個房間也真的不乾淨 在這兒睡吧 不 不用 不用了 我還是回自己房間睡吧 不要走 不要走 我還是會睡覺 在這兒睡覺 我還是在這兒睡吧 你會睡眠 你一點點 你會睡覺 我都不遇備 你會睡覺 有些睡覺 在這兒睡覺 我已經睡覺 快 phukes 睡覺 然後 你會睡覺 我一直睡覺 你居然 行了 早 走 昨天晚上 已经很久没有人可以看空不撇 看得睡着了吧 那 我没有打呼噜磨牙什么的吧 你说呢 那就是有 没有 没有打呼噜 也没有磨牙 睡得特别特别乖 特别特别可爱 想一直这样抱着你 永远不分开 你都买早餐了 我听说楼仙那家店要排很久的队 吃饭 吃饭 怎么样 用手直接拿着吃是不是更美味了 跟你一起吃才更美味 等我一下 先生 您好 您的衣服已经干洗好了 谢谢 不客气 上嬌 我知道您没有带换洗的衣服 所以刚刚下楼的时候顺便帮您买了 已经干洗消毒过了 你就直接换上吧 好 你怎么也买了一件啊 你不是带了不用的衣服吗 就我这衣服它 它不单卖 听说附近有海洋馆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反正今天周末 我们就放个架 好 好漂亮啊 是啊 你快看 快看 什么鱼 哇 鲨鱼在这儿 哦 鲨鱼 鲨鱼 哇 你看 这儿有好多小黄鹿 是啊 来 快看 快看 是啊 好多鱼 好多鱼 你看 帮我拍照吧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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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怎么这么矮啊 闭眼了 这个表情不对吧 又黑又丑 它太老旧了 那个摄像头也不太行 光线也不太好 那你过去 我帮你拍一张 还不错吧 来 好 我看看 这是意外 再一次吧 算了 我就不该对你们直男的摄影技术抱有任何其他 不是 最 最后一次 你们好爱帅哥美女 我是这儿的工作人员 我帮你们照吧 我经常给我个拍照的 技术还可以 怎么样 你们两个靠近一点啊 你们穿了情侣装 这么好看的 男生呢 这样 然后女生呢 这样 你们两个比一个大大的爱心 这样的小爱心也可以 爱心你们拼在一起 靠近一点 贴一点贴一点 然后 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 姿势非常好啊 保持住 保持住 对 蓝色的鱼好漂亮 你看这个 像鱿鱼一样 这个有点可怕 我没办法 海蜇 好美啊 你知道吗 其实水母啊 它是不能单独生活的 它必须跟一种叫做小牧鱼的动物共生 小牧鱼替它捕食 水母呢 就给小牧鱼提供保护 水母的触手 是有毒素的吧 所以它可能会伤害到共生的伙伴 是啊 因为只有小牧鱼能够灵活地避开这些触手 所以它们才能生活在一起啊 其实 不管是多么奇怪的生物 在这个世界上 总能找到跟自己无比契合的另一半 我看 你的戒皮 我从来不记忆 麻烦的事 变成了小幸运 看来 我也终于找到了 属于我的小牧鱼了 也愿意陪你一起 也愿意陪你一起 我的孩子情 配合你的戏 你才甜蜜 遇见是最好安排 谢谢 心跳又像同节派 我爱到你 抓紧你的手 眼神里的对白 是你给的宠爱 别现实最好安排 梦都开始充满色彩 我想就这样 我想就这样 每一分一秒 把你宠怀 在两誓 军叔 东显有消息了吗 东显因大家到欧 被拘留齐天 当时姜翁池也在场 东显仁还在排出所 好 明天我去看他 你醒了 你怎么不叫醒我 我看你睡得这么熟 而且刚好有些工作 要处理一下嘛 走吧 我们回去吧 来 来 难道我又有机错密码了 来 九 七 零 五 一 三 你改密码了 你把密码给成我生日了 这样你就永远都不会忘记了 来 进去吧 可以吗 可以 别跑 阿姨 你别冲动 别冲动 我 我会认真考虑跟你儿子的关系的 一百万 离开我儿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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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久 也不给我打个电话 因为有双娇照顾我 我挺好的 好了 这么晚了 我也不打扰你们了 那我先走了啊 双娇啊 你帮我照顾好人气啊 我呀 就先走了啊 拜拜 阿姨再见 走了 拜拜 路上小心啊 刚刚真的吓死我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 怎么了 还没做好双娇照的准备啊 反正你就先不要告诉大家 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为什么先不要告诉大家 你怎么脸幼红啊 你怎么脸幼红啊 这年纪大了 包都忘了拿了 你们两个 果然是在谈恋爱啊 施双娇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啊 妈 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都看对眼了 也不承认 我 我们还没准备好 我等你们坦白等了好久了 你们这些 小儿科谈恋爱的把戏啊 妈妈二十多年前就不用了 所以说双娇就是个好孩子 像我们人气啊 又性格不好 又不会谈恋爱 双娇你还愿意要他 是吗 妈妈 你拿包包的吧 来包包给你 好的 我送你下去 那我不打扰了 晚安 拜拜 阿姨晚安 走了 妈 拜拜 走了 来 好 不用送了 我送你吧 妈 双娇给你带来的改变真的很多 妈妈很开心 妈 你愿意接受双娇 我也真的很开心 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你外公 他肯定也会高兴的 外公啊 算了吧 双娇这么招人喜欢的孩子 你外公一定也会喜欢他的 我从小到大 外公都没有肯定过我 我不希望他用同样的方式 对待双娇 你们两个 要这样下去到什么时候 其实 你外公一直都很关心你 都怪我 让你外公失望 所以 他才会把压力都给你 吃饭就好好吃 顾家人不会这么没教养 为什么不是满分 靠成这样还出去逢跑 你就是个不争气的脏东西 反正 他这种关心人的方式 我是看不懂 妈 你回去路上小心啊 你也自己好好的啊 阿姨回去了 阿姨回去了 回去了 那 他觉得我怎么样 有没有说什么 他啊 就一直夸你啊 真的 那我可不能让他失望 我们得加快完成任务了 什么任务啊 你过来看 我刚刚整理路线房间的时候 发现了一张他留下的诊疗方案 所以我们现在得乘胜追击 好好配合医生的心理治疗和物理治疗 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你看这个计划嘛 第一条扔掉消毒纸巾 人 口罩 手套 基本完成 第二条减少洗手次数 完成 第三条进行脱敏治疗 如去人多的地方适应环境 人多的地方 人多的地方 游乐园 游乐园 那去游乐园的话 这样我们算不算再约会啊 是约会 也是治疗 那你觉得到底是治疗呢 还是约会 都是 好 那就下周末一起去吧 好了 你先去洗澡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好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找你的 顾总要不要喝点什么 算我账上 我不是来喝酒的 我把话说完我就走 你处心积虑地针对我可以 但请你不要波及到我周围的人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东贤的事情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请你不要再做这些小动作 我是有验伤报告的 这酒吧都有监控录像 看到的是他先动手打的我 你不会这么包庇你的下属吧 我有目击证人可以证明 东贤他不是刻意上 你说汪倩倩 他不会为一个有案底的司机 除非出面作证的 你一直针对我们柯林至上 我念在以前的情面 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你变本加厉 东贤不只是我的助理 更是我的朋友 希望这是我第一次 也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嘴唇 这样签手的姐弟 你见过吗 我不会让你累着的 永远不会 露露啊 我高中同学 这部电影啊 她一直很想看 所以我就带她来了 你生气是因为她 不理我也是因为她 你不会是真的喜欢上我了吧 人妻和倩倩没有缘分 你也就不继续帮着张罗 爸 感情的事 还是让人妻自己做主吧 自己做主 难道让她找那些 不三不四的女人吗 你怎么又干这样的事 你怎么能找人跟踪人妻呢 我要是不找人去调查 我还不知道她打算 瞒我到什么时候呢 她是想等两个人稳定之后 才跟您说的 稳定 怎么着 你还打算让他们俩 认真交往下去吗 我见过双娇 这孩子不错 到时候您见了 一定也会喜欢她的 她就是公司的一个情节公 一个总裁 和一个小员工去谈恋爱 这传出去你不怕丢人吗 我们应该尊重人妻自己的选择 我们应该尊重人妻自己的选择 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到时候 她也会遇到更优秀的女孩 来帮助她 这都什么年代了 就不能让她自己 好好地自由恋爱吗 一味地放纵 难道让她步你的后尘吗 爸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反正咱们这个家 不能再有污点了 爸 我和任其爸爸是真心相爱 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 当初你拆散我们 我如你所愿意留在了公司 可是我并不开心 我不想让任其 你再经历我这些 你就不要再干涉他们了 请喝水 我跟任其有话要说 请你先回避一下 双江 你回房间休息一下吗 好 就是因为她 把公司搞得乌烟瘴气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些年 你不听我的安排自己创业 我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我睁一只眼 可现在 你和公司的员工不清不楚 外边传得沸沸扬扬的 难道你不该给我一个解释吗 请问我需要跟你解释什么 我和世双交谈恋爱 我不觉得我需要 征得你的同意吧 别忘了你姓顾 传出去丢的是顾家人的脸面 我丢谁的脸了 我恋爱难道我做错了吗 他们家的底细 你了解过吗 你确定他跟你在一起 不是图你的钱 他配得上你吗 每个人在你眼中都不够好 怎么做你都不会满意 我还能说什么 我是为你好 你妈当年就是因为我太放任 才出了那种不光彩的事 不光彩 你是觉得我妈不光彩 还是你觉得我的出生不光彩 你为什么从小到大 就是要揪着这一点不放 因为你和你小的时候相比 因为你跟你小的时候相比 真的是没有任何长进哪 让我失望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 我没事 让我一个人静静 你需要我陪你啊 需不需要我陪你啊 不需要 我爸 你帮我 你帮我 我 好 姐 你在北京忙吗 能不能请假 爸爸受伤了 可我最近有考试 什么 受伤 可是爸爸刚刚 还在发信息给我呢 他让我瞒着你 可是我要盲考试走不开 需不需要我陪你啊 不需要 他那都是惯的 你这么娇气 将来能干什么呀 我们顾家不养废人 有你妈一个就够了 你学的那些人工智能 以后能吃饱饭吗 别擦了 不愿吃就出去 因为你跟你小的时候相比 真的是没有任何长进哪 让我失望 爸 都这样了 你就别乱动了 干吗呀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出差了吗 俊杰跟我说你腿受伤了 我这不就赶紧回来了 俊杰这个臭小子 让他别跟你说 别影响你工作 你这要不要紧啊 没事没事 就是那天下楼的时候 不小心崴了一下 别担心小怪的 都这样了还没事 你们怎么都不告诉我 你回都回来了 这个不高兴的事 就不要再提了好不好 又没什么 闺女啊 回来就不走了吧 不走了 我就守着你 照顾好你这条腿 好好好 你们怎么回事啊 我走了这几天 家也乱成这样 很乱吗 这还不乱啊 你看 臭袜子到处乱扔 我的天哪 我这是乱中有序啊 哪有序啊 爸 喂 直言 喂 爽脚 你在忙吗 我想跟你聊聊 我现在在家呢 什么事啊 你在家呢 我爸腿受伤了 我不在家 两个男生把家里 搞得乌烟瘴气的 你过来帮帮我吧 好 我过来帮忙 上家 我给你带 上家 我给你带 小脸上 我爸刚睡着 好 好 好 我给你带了水果 那我放一下 俊杰没在家啊 她说学校有事 先不回来了 好 律师到了 我们可以出发了 一天 我你也是 耶儿 放心吧 我很快就能出去了 没事就好 顾总 对不起 金叔已经告诉我情况了 我已经见过姜文驰了 我答应过你不再动手 可是我没有做到 你是为了汪倩倩 逼不得已才动手的吧 但无论如何 我还是给你添麻烦了 你当时怎么不告诉警察 汪倩倩也在这儿 她可以帮你作证的 因为这件事情 我不想牵着到她 你总是这样 什么事情都要你自己扛着 你这几天没有跟她联络 她肯定会担心你的 我跟汪小姐只是普通朋友 汪倩倩不是一个 会计较出身的人 你应该给自己一次机会 你应该给自己一次机会 顾总 其实我觉得你最近改变挺多的 你以前其实不太会跟我说这些话 我觉得 双娇她影响了你 是啊 双娇她很好 但是我做得不够好 所以常常让她不开心 我是真的有点搞不懂她了 平时看人挺正常的 一旦她脾气上来了 就憋着什么都不说 她可能是习惯了一个人吧 你给她点时间 我们可是男女朋友啊 我觉得两个人相处在一起 一定要坦诚一点 就是有话直说嘛 可能感情就是这样吧 两个人就像博弈一样 谁都不想先把话说清楚 你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过来安慰我的吗 你怎么看起来比我还闷闷不乐 我好像 喜欢上了一个不该喜欢的人 不该喜欢的人 什么是不该喜欢的人 江青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那个平时叫我勇敢追爱的朱颜 上哪儿去了 我那都是以前看的理论知识啊 现在遇到实际问题了才知道 比那又困难一百倍 我不喜欢你 不过我觉得 有一个可以让自己在意的人 总会是好事嘛 如果你真的喜欢他 就不要想那么多 好好地勇往直前地去追 困难那些都不算什么 金叔 双交 你怎么回来了 我想你了吗 你们都走了 就剩下我一个光杆司令咯 大家肯定都惦记着您 像我们这么帮的团队 可临时上可找不出第二个 好 好 金叔啊 其实我过来呢 是有点事情想问问您 您是不是看着顾总长大的 是的 那顾总和他外公 是不是从小关系就不太好啊 是这样的 你是这么知道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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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多了解了解顾总吧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很在意顾总 这是不是你今天来找我的目的啊 嗯 这顾总的外公啊 从小对他寄予厚望 让他学很多很多东西 每天安排高强度的课程 可以说没有一丝的休息时间 他的外公呢 就是希望他将来接自己的班 一会儿 原来顾总从小就过得这么辛苦啊 其实他们两个人都很在意对方 但都憋着一股劲儿 谁都不说 这时间一久啊 就成了新节了 你不会又是从什么恋爱秘籍里学的吧 我上网查了各种让女生开心的方法 大家都说送话最有效 真没闯 是吗 那我再查查明天再来了 好啦 我逗你的 我很喜欢 我以为你走了 就不会再回来了 你要是再让我吃闭门羹 我可能真的就不回来了 不会再这样了 以后所有的事情 无论开心还是难过 你都得告诉我 慢慢来 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我给你时间 我们一起面对 好 难过的时候 不许一个人硬撑着 不许把自己关在家里 好 治疗的时候 不舒服不要硬扛着 好 要经常买花给我 好 那你再答应我一件事情 好 好 今天呢 有几件事情要和大家宣布一下 之前因为资金的问题 所以不得不采撤人工部 但最近公司承接了新的项目 资金回落 而且最近真的经历了许多的事情 觉得人工部真的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门 所以本着人工清洁和智能清洁相结合的原则 我们决定重新组建一个新的人工部 金叔 新人工部还是麻烦您来带领了 希望您和您的老搭档可以一起做出好成绩 谢谢顾总新人 这些年来真是辛苦金叔了 我在这儿代表公司 感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 还有坚守 人工部回来了 进来吧 重新回来公司上班 什么感觉 非常好 非常开心 开心就好 谢谢你 同意重新成立新的人工部 那是当然了 公司里面有那么多用心打扫的员工 之前人工部解散 我才真正地认识到人工清洁的意义 那你能不能再答应我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我还记得到我 祝你你 cloud 你能不能再拍摇 我也不能再拍摇 你不能再拍摇 我太太太劲了 你不能再拍摇 我还想 Minish 我还想到你 沮临的路 你不能再拍摇 这些人工具 那应该也好 我自己是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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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